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昨天发表声明宣布将针对阿富汗政府和外国占领军发动一年一度的春季攻势 并声称已经在全阿富汗境内实施了数起袭击 塔利班在声明中将阿富汗无法实现和平的原因归咎于美国驻军的存在 进入4月以来 塔利班先后在东部加斯尼省 西部赫拉特省 北部巴格兰省等地 针对政府机关安全检查站和供电设施的目标发动了多起的袭击 不仅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还导致首都喀布尔大面积停电 给民众生产 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 分析人士认为 随着天气转暖 塔利班的战斗季节开始 阿富汗安全局势将日趋复杂严峻